在任列了信义计划区的豪宅销售营收 带动了单月营收冲上了11亿元 月增达到85.8% 法人预估黄翔第二季单季EPS逼近了3块钱 上半年的EPS上看5块钱 展望后世法人认为如果市况不变的话 黄翔今年应该会有机会再赚进一个股本